現在很多買樓課程 都跟你說 首次50萬就可以上車 做業主享受被動收入 到底在香港買樓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呢? 有哪些縱目位是很容易忽略了 一個不留神就會導致大失預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經常都說 以前那些年代大家可能會覺得 如果你買一層800萬的樓 那你是不是要有800萬才能買到樓呢? 你猜每個都是那些富貴KOL 一張支票丟出來就800萬嗎? 其實就不是的 相對爸爸媽媽級的思想 就可能已經手為過蝕了 這個年代買樓 很多人都要去借錢 在買樓方面借錢就叫做按揭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說一下 按揭是什麼 想知道更多關於樓時資訊 和我買樓的心得呢? 那就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按鈕 那就不會錯過之後新影片的通知啦 財政司司長陳劉波 在今年3月份公佈了 最新的按揭保險安排啦 用波速Plan 1000萬或以下的物業 最多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1200萬或以下的物業 最多就可以做八成 簡單來說我們走過的地產店 我們見過外面的樓盤 然後林鄭Plan 助理上樓就是在說這個林鄭Plan啦 不如舉個例子吧 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根本上現在在香港要找一間 住得下日 更加試鎮 基本上400萬沒有了 不如拿一個500萬的單位來做一個例子吧 那今集的內容 都會以500萬的單位來示範啦 到底是不是做到九成按揭 50萬就上車呢 要做到九成按揭 第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你的收入 到底是不是屬於固定收入啦 即使有一小部分的工資 是屬於 融金表現費 或者你是自僱人士 以及非固定收費的工作 譬如是銷售 保險 agent等等 你都是不符合九成按揭的資格的 最多只可以做八成 假設你只是準備了一成首期的話 那你就要臨急臨忙 準備多50萬出來 如果不是 分分鐘就要撻訂 起事都變悲劇 第二樣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壓力測試啦 不要打算有首期就大了 壓力測試同樣都不簡單的 壓力測試就分了兩關啦 第一關 供款佔入息比率 不可以多過五成 即是說 你有4萬元的人工 每個月供樓 最多只可以供2萬元 這關要過不難 難就難在第二關 第二關 假設在按飾上升三年之後 供款佔你的薪金 都不可以多過60% 那剛剛說到60% 那小姬sir 你有沒有試過 這個壓力測試 你是過不了呢 我家人就遇到過這個情況 當時我媽媽打算買樓拉 用我爸爸做一個擔保人的身份 打算借八成當切 結果計完壓力測試出來之後 最多只可以借到75%左右 我自己都要準備多一點資金 才上車 壓力測試這件事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能過得到的 那我們不如來講一下 壓力測試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其實銀行就會用 P-2.75L 即是2.5L On top再加3% 即是5.5L 去計算這個壓力測試的 補充多一點 剛才說的這個P 就是銀行的最優惠利率 平時如果大家有留意 美國的一些加息 減息的新聞 其實對這個P 都會有影響的 不如就用一個簡單的算式 去給大家計算一下 假設你有1萬元的人工 大概就可以借到100萬的按揭貸款 你想借到450萬 即是要有4萬5千元的人工才借到 但香港地 哪有那麼多打工仔 是有4萬5千元的收入 所以很多人都會選擇 買樓 或者是用家人伴侶 去做擔保人 去過壓力測試的 所以也都解釋到 為什麼在過去這幾年 有些新樓想做買賣的時候 發展商都會提出 呼吸Plan的一個選項 呼吸Plan 顧名思義就是 你懂呼吸 就會借到錢給你 但這個借錢給你的人 就不是銀行 就是發展商旗下的財務公司 所以就會避過了 壓力測試這一關 但是要記住 這些呼吸Plan 一開始你還息的時候 相當舒服一點 但過多幾年就會相對辛苦一點 之後也可能會製作相關的內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呼吸Plan到底是怎樣玩 第三項要注意的 就是銀行股價 買入二手樓 不時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銀行股價不足 特別是樓市剛剛開始升的時候 銀行股價追不上 有時候都會欠了超過5% 如果你用太盡取的價錢買 分分鐘股價和成交價會增了超過10%以上 這裡又補充一下 為什麼銀行會出現股價不足的情況 不是因為銀行沒有錢借給你 而是因為 每一年銀行都要做一個 你當作一個budget planning 一年銀行應該要借多少錢出去 給人做樓宇按揭 通常到年尾 差不多到第三第四季 已經借得七七八八 基本上 他們的股價就會相對保守一些 不需要再借那麼多出去 數字已經夠漂亮 但到了第二年的開始 因為又是一個新的年度 又要再追過這個target 銀行的股價就會相對 又可以進取一些 又可以借多少錢給你 這是一個季節性因素的問題 沒錯 做按揭股價都有這個季節性因素影響 假設你買入的物業 是500萬成交了 但是銀行股價只能估到450萬 即使銀行批出九成按揭給你 都是依照他的股價 450萬去做貸款 即是什麼意思 當中50萬的chart 就要你自己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都要拿100萬出來 做首期才可以 最後要留意的 就是雜費開支 經紀用金 律師費 印花稅 各樣都要錢 同樣依回500萬的單位來做例子 印花稅就要付3% 這裏即是15萬 經紀用金 1% 5萬 律師費 1萬幾千元左右 加起來也要預約20萬左右 除了這20萬之外 是不是也要預約 我買完後要裝修 然後入企後有管理費 很多很多錢要計 這些都是置業之後的開支 我就不計算了 先做個小總結 上車人 除了要儲守期之外 都有3、4樣要注意 第1樣 就是你的工資收入 到底是不是屬於固定收入 第2樣 就是你的薪金 到底能否過得到銀行的壓力測試 第3樣 就是銀行的股價 最後也要準備超過6位以上的雜費開支 才可以買到 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裏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幫到你的 記得幫我lik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如果不想錯過下集的內容 記得subscribe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最後有什麼想跟我們說的 不妨在comment留言跟我們說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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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